冷冽寒冬 参加岁末祝福的气氛 人热络 走进大门 一群环保使者迎接 素食是环保之道 民众纷纷手机连数 我真的是因为环保吃了素食 因为我不忍心地球 在遭受那么大的负荷了 所以我就吃素了 慈悉大葬金 记录发放一准活动 民众看得认真 令学服汇红包 满怀感恩 这个最平淡 心理最安定 感恩尊重 很多志工全家动员 我们实际上只是他们 帮他们的合选工作过好 有没有花过之忧 他们回去就有一个安安心心的 就不要牵挂我们 牵挂孩子 第一次来挺感动的 一直在掉眼泪 以后准备也参加那个培训 然后多参与自己的活动 我们藏住的时间内 我们来复制这个场地 然后让这个场地很具有人文的精神 所以昨天的菩萨都忙到晚上11点 但是大家都很高兴啊 点亮新灯 为他人也为自己传递祝福 大约新闻 这是美聚工北京报导